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是台积电 今天公布了9月营收 表现很好 营收年增成长0.4% 又预期股价涨了10块钱 收在1020 而这样营收数字还会持续在股价上做反应吗 第二重点是AVIDIA在昨天美股大涨了4% 现在逼近新高啊 有机会创新高吗 会激励了台湾的相关AI族群吗 同时大家在关注的是 入股的开盘第二天表现如何呢 想不到第二天开盘是出现大跌的 但吊诡的是我们的00887却逆势上涨 而且涨了超过10% 这又怎么解读呢 同时新光金在今天最最重要的股灵会 已经通过新兴病了 那么通过照理说是利多 但股价反倒利多出尽 不涨反跌 我们稍后都来做解读 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科技公司总经理吴金荣 大家好 而且前金营操办人文建勋 阿官好 大家好 资认非议师丁兆宇 阿官大家好 请到外博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财源专家阮木华 大家好 我们好好一个一个来节目 我们先来解台积电 台积电营收怎么解读 你看9月是2518亿 月增了0.4% 因为9月一般推测 苹果的iPhone 16卖的没有那么好 所以没有进一步拉货 它的营收继续的呈现了一个成长 那整个第三季的话 这个营收的话 我们以猜测的这个32块来看 大概是高标是7424亿 但是它实际交出来成绩 那是7595亿 等于超越财测的高标 所以17号的话说 应该它公布出来的第三季财报 应该是非常好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力度会一直延续 烧到17号吗 下礼拜 下礼拜的华说会之前 然后再谈到了这个 第四季的财测 好 那我们回来看股价好不好 来2330的台积电股价 现在来看盘中走势 那么在今天表现不错 涨10块钱收在1020 从日K线的角度 也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它最近日K线的表现 其实从短波段来看 它是再创新高 对 但是遭遇到这个压力点 前波高点 对 所以下个礼拜的话 就是看法说会 我觉得重点已经不是在 第三季的财报了 会在第四季的财测 好 来投一下票 公布完9月营收之后 下一个重头戏 当然就是10月17号的法说会 那么会一路涨到 法说之前吗 还是大家会观望一下 等10月17号 法说的结果出来之后 再做定夺呢 各位怎么看 如果认为一路会涨到 1017的 请给圈 请举牌 来 所以我们看到有三票差 两票圈 来 我们先问一下金荣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一个市在推 整个这个趋势在推 以台积电现在是台股的明灯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营收 大概前九个月是成长了三成以上 所以今年基本上 大概成长三成以上是没有问题 以这样的话 那加上现在呢 明灯是什么 明灯就是台积电 其他的台股有一些已经涨半点 台积电是要回到原来的高点而已 所以现在可能我觉得到 你不认为那个前波高点是压力 应该不会是太大的压力 它总是要突破一次 好 这个是给圈的 但要来问一下给差的 来 蔡总 因为我们把台积电今天扣掉的话 事实上大盘是跌108点 这个盘是跌的 也就是说台积电其实这几天 已经把盘大了 然后是不是在反映今天公布的营收 跟整个第三季超越了财测的高标 它已经反映了 但其他重点是其他股票 因为你市场还是要一起动 其他股票没有跟上来 但是营收报告也发布接近尾声 所以我认为下礼拜应该不是一路涨 会震荡 那第二个要讨论的是NVIDIA NVIDIA在昨天美股大涨了四个百分点 特别是股价已经逼近高点 其实跟台积电很像 就是面临前波高点的压力 突破还是不突破 现在来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好 其实10月份一般法人 不管是华尔街或者是说台股的法人 都看是震荡了 因为10月份有太多的事情了 过往的10月份的行情也没说太好 就以这个统计数据来看 所以说在10月份你不拉台积电 你不拉辉达 你要拉什么股票 你如果要把这个盘互助要往上涨 拉中概啊 中概 你拉中概不是好到陆港股 美国最不想要看陆港股大涨 所以最近美元指数强 把人民币压下去 基本上这是一个国际资金的一个大氛围 所以我觉得美股一定要拉辉达 然后台股一定要拉这个台积电 我觉得在10月17号之前 台积电会缓缓的往这个1080 甚至在法缩会之前就过1080的可能性非常高 因为刚才总也讲了嘛 这个今天公布出来营收这么漂亮 今天是超越财测高标 还比财测高标还超过 第二个呢 大家都预期第三季法售会好嘛 第三季的财报会好 第四季的这个财测展望会好 毛利率呢可能已经上看55% 然后呢这个资本支出到380亿 然后两奈米三奈米 这个包括这个五奈米的进度 这个量产的一个情况都往前超前 coas明年看8万片 那如果台股讲出来的话 符合这个市场预期 甚至超出市场预期 你觉得股价会先动 还是不会先动呢 好所以你认为在1017之前就要动了啦 不用等到1017了 它就会慢慢缓缓动 但我们还需要回来看NVIDIA 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对不对 它涨它也会跟着动 它跌它也可能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回来看 NVIDIA昨天有AI高峰会 它秀了什么muscle 好它这个AI高峰会 有没有让市场惊艳 AI高峰会总共举行三天 它其实是一个论坛 不是只有回答而已 所有大公司的里面高级主管 全部都参加 在华盛顿特需举办 那当然在里面秀什么样的muscle 就是靠黄仑星跟他们 回答里面的那些高级主管 到底讲什么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们产品跟系统 都已经摆在台面上面 那个没有太多的新的 对他们讲出来 展望未来的预期才是关键 所以你看老黄就很厉害 他在里面就不断的是 insane fabulous 就是他那种很极度的那种 渲染的言辞 就是说疯狂 他用的词每次都很辣 所以你看不到 现在科技业界最流行的四个字 叫做需求疯狂 昨天刘洋伟也讲了需求疯狂 所以我们要在墨西哥建一个GP200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工厂 因为先前黄仁勋就已经讲需求疯狂 但是有没有需求疯狂 我们看台建今天营收 确实是需求很强 台建营收不是靠 主要不是靠苹果的单 最主要还是AI所带动出来的单 那我们当然要回来看 他这场AI高峰会 AI高峰会他讲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副总裁 在那边也开始在推一把 这个人叫Bob Petty Bob Petty他讲什么 他讲说Blackwell是今年第四季 开始要出货 然后明年是最主流的 现在一般都认为Blackwell 明年第一季的营收 就会超过H系列 那他说这个平台基本上 是考虑到什么 我们不是只有考虑到运算效能 我们是考虑能源效能 能源效能就厉害了 因为现在全世界就缺电 然后散热的问题 他说在我们这个Blackwell上面 开发的GPT的FOR 他说过去是十年前 大概是需要5500GW 一个GW就是100万千瓦 那这个GW到底什么定位呢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我们到去年 我们所有海上风电 这么多风机 所有装置容量 阿关你猜多少 多少 18GW而已 18个GW 我们所有太阳能也不过就是十几个GW 搞了那么多年 我们搞了那么久 而且那么多支 所以啊 你就知道那个多耗电 我们所有海上风机也不过18GW 他说过去十年前 如果我要去软一个 这个model出来 这个model出来 要5500GW 你要多少个海上风电 你根本乱不出来 他说但是我们现在只要3GW就可以了 哇塞 这个话讲出来 有没有震惊全球 就告诉你 我们这个Blackwell 不但是效能好 我们要省电 而且超省电 对 所以你买多 你就赚多 又回到老黄 因为你又回到他的台词 然后另外他又跟你讲什么 他又跟你讲说 我们最厉害的还不是硬体 我们最厉害是软体 他说我们的NIN 我们的NIN 什么Blueprint 又讲了一大堆软体出来 支持所有生态系 乖乖你看到什么 这个遥控的 感测 然后网路安全 机器人 医疗 AI 然后工业的自动化 等等 全部可以靠我们的这个软体 你知道回答最厉害是什么 今天老板要采购 我到底要采购AMD的 我还是要采购回答的 谁都说了算 不是老板说了算 他就问工程部的 工程部你们需要什么 工程师说 没有考虑 没有疑虑 全部都是用回答 为什么 因为工程师从小到大受训练 就是回答的系统 回答软体 工程师他不用拿计算机算钱 对 所以他会跟老板讲说 快机部门会算钱 没错 所以他就跟老板讲说 我们绝对不会用MD 我们一定要用回答 因为回答整个生态系软体 是 他们所有工程师受了训练 就是用这一套 所以他就不用重新再学习 所以这是回答厉害 所以他们又在这个会上讲了 他们这个最厉害的 宁的这个整个 所谓的软体生态系 跟你讲说他可以做什么 做什么 你看这么多东西可以做什么 软身 然后数位影像 语言 反正就讲了这个市场 大家心花怒放 所以这个股价就 上去了 对 他现在的市值 已经逼近了苹果 他又快要 他昨天超越了微软 变成全球市值第二大 他现在已经逼近苹果 快要超越苹果 又快要变成全村的希望 你可以看到 回到我们刚刚上一张 导播应该是 全是美股全五大的 这个重量级的股票 我们如果用市值来算 你看最近股价走势 最好就是回答 是 阿关你看到苹果是在震荡 然后呢 谷歌不错 谷歌是往上拉 但最近稍微压下来 只有他创新高 就强了吧 所以基本上 所以我就说不拉回答 你要拉什么 不拉台积电 你要拉什么 如果你今天要把台股的盘 10月震荡稳住的话 基本上也只有台积电 现在连诺贝尔物理奖 也是颁给AI教父 对啊 因为诺贝尔物理奖 诺贝尔奖很潮的 是 他去年的物理奖是颁给什么 他是颁给那两个科学家 他们是讲那个 I秒 那个脉冲光的 一样是搞电子的 一样是搞这个光能的 这些东西呢 他这一次又是一样 他这一次颁给两个人 一个Sintun 一个那个 那个Hubberfield 这两个人呢 全部都是被定位在 AI教父的等级 就跟黄仁勋一样 是AI教父啦 他们是在理论 在实物这个研究上的 AI教父 然后最重要就是 类神经网络 类神经网络 什么叫类神经网络 讲白话一点 大家看这个可能看不懂 类神经网络就是 我们把人脑 我们脑袋的神经的思考 跟整个脑袋的东西 怎么样搬到电脑上面去 怎么样让电脑产生 跟我们人脑一样的功能 甚至将来超过我们人脑 那就是类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啦 这些东西 就是在这上面 所以这一次呢 诺贝尔物理学长 又颁给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就是代表这个趋势方向 是因为这个潮流呢 不会只是短线 就像过去 大家所担心的泡沫化 其实不会 他应该会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么个股的部分呢 那他老哥的身价 已经超过Intel了嘛 一个人的身价超过Intel 好来 黄仁学生价超越Intel的总市值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在股价上呢 现在的AI相关个股 有没有机会再涨一波 好 那辉达已经突破前高了 各位看到他即将 即将挑战 即将挑战140.76 这个是历史最高点 那他在 我如果没有记住 11月19号 他会发布最新的财报 所以现在开始 一直暖身到11月了 那总统选后 那辉达今年已经涨了多少 今年涨了175% 如果你看五年 阿冠他涨了2757% 百分之2757% 简单来讲就是这五年来 过去五年 他总共涨了27倍 yes yes 对 27倍 然后今年呢 到现在涨了1.75倍 是的 是的 那这么强的股票 这么多头股票 你不拉他拉手 那当然就是大家会看他EPS 你看他EPS 菲萨估计出来 2025262728 还是继续成长 我们从中位数来看 所以基本面 如果照市场看 没有问题 下一季 如果11月公布出来的数字 现在目前一般预估 他EPS是0.69 基本上0.69 就是6.9 因为他是一拆石 所以在基本面上面 各位看到他 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之下 就是靠我们的教主出来 告诉大家AI有多好吗 需求疯狂 他就跟你讲了 讲了一个数字 多夸张 20兆美元的市场 他又讲一个20兆 在这一次的 好 那我们来看概念股 好 概念股 台积电 毋庸置疑 加灯 各位看到台积电 现在目前一个很重要 你说光照 光照基本上 就是未来进入到最先进制程 要不断的加成的东西 然后呢 昨天在 在那个AI论坛上 也讲了Klasso 就是说台积电运用 辉达的Klasso 去快速运算 他们过去需要花很多CPU 去运算的那个所谓的光照的 这个时刻的过程 那个计算的过程 那这个比较复杂 基本上加灯做什么 加灯就是做光照载具 那这个光照要放在载具里面 那他的生意不是只有台积电 然后三星 Intel 都是他客户 那这家公司已经构成一个生态系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 那自贸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做那个 这个设备 就是完全配合台积电 跟那个 在检测的部分 就是回答必须要的 那这个宜特 晶元 对不起 这是晶元店在下面 晶鼎在上面 晶鼎的话 当然是 基本上就是 硬材Tier 1的供应商 那上面呢 EPS已经10块了 所以我觉得 这些公司呢 都是跟着台积电的班底 就是他的兄弟们 兄弟们 如果台积电会上的话 兄弟们大概应该也不会寂寞 好 所以我们来投一下票 OVIDIA再度成为全村的希望吗 AI族群又要开始往上动一波了吗 其实已经成前一段时间了 真的有机会再起风云吗 各位怎么看 请举拍 来 AI又要动了吗 我们看到蔡总方中间 其他有四票圈 蔡总为什么放中间 其实我们做一下 这个我们营收报告 最强的也是这些AI伺服器 那你为什么放中间呢 我告诉你 股价其实也没有想象中 单单单的 比方我们看一下 2356的那个音乐达 它的营收是历史新高 但音乐达今天涨 4.7% 对 我们看它的K线 好我们回来看K线 它在低档 对 但是今天光今天涨爆量 它就上影线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挥达掌握GPU 这个是无可取代 是 AMD 英特尔都打不赢 但做AI伺服器的很多 包括美超委 美超委不是前天标15% 昨天就跌了 昨天就跌5% 所以等于是说 你在下游的这一些AI伺服器 也不一定会赢了 所以就是你放中间的原因 不是说只有挥达 哇 跟挥达有关的 一团股都会晃鞭炮 不见得 还要找不掉 所以这些个股9月营修表现不错的 会比较有续航力吗 也不见得吗 英业达这个 你看它的营修是创力值最高 要在 广达创力值新高 那你广达 你2382的广达也是一样 广达的这个K线 我们来打出来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广达 它基本上又比营业打好 但是它还是不拖那个区间 都还没有突破 今天那个营收报告出来 当天就上线了 所以不知道奇怪 大家留在那上面可能套产太多 有人就还是会丢出筹码 好 但是我们从产业界的观点来谈 吴总 你刚刚是举缺 对 你的挥达非常看好 因为挥达的威力 现在慢慢的 不是慢慢的 快快的还在扩张中 还在扩张中 第一个 大概前一些日子 因为它的这个 Blackware的200 基本上工程上出了一些小问题 大概改了几层光照 不过基本上 因为我们在制造 就是说半导体的 这个生产过程里面 有一些光照 你如果 就是说有问题 如果有些光照 你要全套改 它是发生在比较后面的地方 只要改后面一些 所以改几个 基本上修正它的这个 等于它的错误 量率让它好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在它的 Covus L的这个量率 也在提升中 所以根据现在有的人 做的这个估计来讲 大概是在这一季 灰达的这个Blackware 大概可以出到25万颗到35万颗之间 这个数量出的是 当然比前面要来得少 但是出了也不少了 估计Blackware 大概可能接近100亿美金左右 那后面呢 明年的第一季 如果根据刘良伟的说法来讲 他是说 他的这个GV200的这个伺服器 基本上它是在第四季的季末 不是大家所意义的 是季初 它是在季末 所以它比较少 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些人估计来讲 大概明年的第一季 Blackware的这个出货量 大概会是第四季的三倍左右 那如果有 以这样来讲 就推高它的 我们讲推高它的营收 这个部分 而且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 就OpenAI 获了66亿美金 那这个66亿美金 可能很多都要落袋到 回大的口袋里面 因为它要集聚更多的算力 那当然OpenAI 当然它还要去支援 那个Apple Intelligent 苹果的手机的这些工 所以以这个来看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辉达因为它主要 它的软体生态系统很好 它的库打的这个 库打的这个系统 所以所有的工程师 基本上就是对辉达 最熟悉 而且成本是真的最便宜 因为前面的训练 大家都有经验 但是因为这样买 就是说因为实在是 供不应求 给股价 需求变成非理性的 inracial的疯狂 那在这个 这么疯狂的 期间里面 当然有人想要找 第二次数据 就是找到AMD 那AMD的这个 它的MI300 三星就买了 三星买了2000万美金左右 那它等于是另外一个 一个选择 不过呢 不会成为主流 亏打还是传为主流 那我们看到AI 我跟各位报告 其实AI还有的人怀疑 就是说 这个CHAP GBT还胡说八道 所以说可能AI还是有风险 事实上不会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有一个朋友 是大学的教授 他用CHAP GBT在九月 所发布的这个preview的 就是说 事先版本的CHAP GBT CHAP GBT 01的这一个版本 他去叫它写程式 是 写了20个程式 他检查完全没有错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 AI事实上 它不断地在成熟 而且整个应用 基本上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 好 这就是吴总为什么 在刚刚举圈非常乐观 但我们回来看盘面 第三个重点是什么 大家在观察陆股 陆股昨天呢 虽然没有预期那么强 至少还是涨的 今天怎么就跌了呢 来蔡总 那不只是陆股跌 其实它影响到周边的 亚洲股市的行情 问题是台湾很厉害 我们的00887还大涨10% 假期后 这个入股今天第二天就大跌了 是 为什么我们看上证指数的K线 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味道 昨天一开盘很多人冲进去 买到那个涨停板 也爆天亮 所以买了以后 这个当天虽然缩盘是涨 但是开高走低 这个是一个大黑K 所以今天就立刻杀下来 等于把昨天涨的都吐回去了 全部都吐完了 但是我们刚才讲盘面最强的 是台积电这些AI 但我告诉你 最刺激的是入股ETF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爆股票 那个中长期投资 有的人一两天就要拼输赢了 最刺激是00887 对啊 这些股票入股的ETF 那我们来看00887 这个现在变成腰股 你可以看 它以前的成交量 我可以跟各位讲 一天都不到一千张 就是几百张 是 你知道今天爆出的成交量 是在十万张以上 在十万张以上 来十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七张 差谁 那我再讲一个 你听起来都会觉得会以所思 这个规模只有台币四亿 今天整个成交金额 是32亿台币 但是规模两千亿的00940 那都知道吗 00940 它今天的成交金额只有三亿 所以00887 这个入股ETF 还高股息ETF 00940的十倍的成交金额 那个钱都吸过去 为什么 因为有人要刺激 对不对 是 虽然这两天 这些的入股ETF 都大路 但是最近一个月的绩效 我讲言行 言行的话都20%以上 那假如两倍的话就50%了 最后就50%了 但是有感觉 七个啊 00940 一个月才涨一趴了 大家 所以钱也起了 你们看 怎么样疯狂 有人说00887 我当冲 我就赚243万啊 对 一天啊 当冲他就狂赚243万嘛 当然这个不鼓励这个 但是就发生了嘛 大家觉得这个很刺激啊 储味啊 然后呢 外资 昨天也很奇怪 外资昨天卖超 整个金额是253亿 他给你扣下来 但是他买超第一名啊 他买入股ETF 买这一档 中信中国高股息 高股息我们听得懂啊 但是大陆的那个ETF里面 也有高股息的那个概念啊 他昨天买了这个三万多张啊 那这个我有查一下 他最近三年平均一年的股息报酬率 就指利率啊 有超过6% 还不错啊 对 所以有人就在盯上 其他的这个入股的ETF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 我告诉大家 大陆股市啊 不是我们用美国股市的角度去看啊 我们台湾是跟着美国 我们是看经济数据 看企业财报 是 大陆的股市呢 看政策 对不对 以前呢 朱镕基啊 当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呢 主管经济嘛 有人说大陆股市 根本不是牛市 也不是熊市 是朱市 朱市 朱镕基的 朱镕基讲的话为准啊 那现在大陆股市是习市了 对 就习近平一讲说 要振兴资本市场 马上就狂奔了 所以这两天 他在洗盘或者以后 大陆官方会觉得说 我的刺激政策不好 现在又回到原点 也许又端出那个菜出来 突然又大涨 所以有人会锁定 这一些的ETF 刺激了 好 那我们要不要参与 这么刺激的盛会呢 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买中概或连接中国 而连接香港的ETF 到底 简单来说像00887 这样的股票到底还能不能买 这样的ETF还能不能买 各位怎么看 请举牌 来 看到一个差了 来 想清楚 圈 来 只有一票捐 四票差 来 蔡总席 用高麦台湾狼 我问一下温建勋 为什么给差 我老了心脏比较差 我怕心脏不好 刚才讲说ETF一天可以涨三四十% 是 换句话说 一天也可以跌三四十% 也就是说你没有想过ETF一天可能会被margin 就是你的这个 如果你融资买的话会被call 但是中国股市激起即便它已经大涨 激起还是低啊 对 激起还是低 但是它暴涨暴跌 我就说我这种年纪的投资人 我觉得我心脏没有那么好 我没办法承受 我可能要拉得很长 我看到趋势 看到台积电 看到鸿海 我才敢买 看台积电 看鸿海 对 传统的LKK嘛 那我们就来这样讲 你看好的鸿海 因为鸿海科技日 大家也非常关注 不是只有黄仁勋上台 大家很关注 刘央伟上台也很关注 好 到底他的科技日 秀了什么muscle呢 我们刚才讲说 辉达昨天有这个AI高峰会 是 那我们现在要讲鸿海科技日 你有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居然 摆在同一天 这个是不是两边已经说好 要联手拉抬AI的声势呢 我刚才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两边都把AI讲得很好 昨天刘洋伟讲了什么东西 他说GB200的需求之疯狂 他认证这件事情 各位观众 在老 人家说老王卖瓜 但是老黄卖AI 卖了大概一年多 所以老黄现在讲话 开始有点编辑地检的效应 但是今天刘洋伟出来认证说 真的很好 而且我要把它落地 落地在哪里 在墨西哥要盖全球最大的 这个AI的生产基地 所以他讲说GB真的很好 而且我鸿海会是全球GB最早出来的公司 明年的状况也都很好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帮回答背书 我觉得对于昨天的回答股价 有很大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来看看鸿海在今天 有没有相互呼应 来 鸿海的股价 231千鸿海的排档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 也不错 涨2.58%来到199 怎么不干脆到2 干嘛199又不是大卖场在卖东西 全村的希望在挥达 台股的希望在鸿海 今天整个全值股 就是鸿海表现得最好 那199这个200块是功败垂成 一度有碰到 但后来下来 那刘洋伟他讲了什么事情 他除了讲说GB很好 我要在墨西哥长设厂之外 他也讲了第三个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他讲说 主权伺服器将成为主流 这主权伺服器 它是主权AI的2.0版本 我们讲说一开始是主权AI AI是未来国力 AI就是一个战力 AI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那可是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战略物资 很多国家很重要的东西 都藏在这个AI里面 但是AI是软的 你要放在硬体里面 也就是说你的国家 你有AI很强没有用 你的伺服器的这个制造 你要能够跟上 你整个国家才会有这个战略物资的能力 所以他讲说这个主权伺服器 将未为主流 那我们可以讲说 鸿海是昨天设了两件 一件就是AI 一件就是在讲AI 那一件另外一件就是电动车 那昨天鸿海讲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看今天股价非常的给力 有没有199 今天台股 今天台股真的扣掉台积电 扣掉鸿海 可能是跌很多很多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外资怎么看这个科技日这个东西 外资怎么看科技日 好 整个外资报告 当然是最新的 今天当然是今早才刚出来 因为昨天科技日 今天报告就出来了 今早才出来的 对对对 那个阿关有特别交代 来关我一定要最新最好 最新最热 不然我就不用来了 那各位看一下 整篇里面有个反白 我特别把它骂个起来 叫TARPIC 就是首选的意思 是 就是我首版这边 下游的首选 他认为是鸿海 那左边 左边这边所有的英文字 都漏等 不用看了 我刚才已经帮他减 简报过了 那当然看一下他 预估怎么估 今年大概是估11块6 明年估14.92 14.92 今天永峰也有出报告 大概是15块了 所以明年的鸿海 大概15块 大概是一个不错的 就共识圈 共识 那MS给他的目标价 是270块 270块啊 18 明年的18倍本一笔 这边我稍微再解释一下 就是阿关一听到270块 眼睛都亮了 对啊 270耶 199 是不是最后买进日 赶快买哦 明天 明天我们来投票好不好 199是不是 最后上车点 你真的要投吗 天秘上车点 要啊 当然要投啊 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是不是今天赶快买 五天后到270 今天来不及买了 今天来不及买了 对啊 后天才能买了 后天 对对 好 我要跟大家稍微简单一下 他的这个270块是这样来的 明年 只是15块 他给他18倍本一笔 所以各位想想看 明年是不是 你要给他18倍本一笔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个 大家做股票都不是小白了吗 这个股票上上下下 这个目标价的意思是说 他未来认为一年 在没有重大利空的情况底下 他一年可以到270 那270是不是五天可以到 也许要五个月 也许要一年 中间有很多的波动 大家要自己去思考 那这个是外资怎么看鸿海 那再来我们看的是 他的设的第二支键 就是电动车 有没有 电动车 昨天其实还蛮炫的 他有两款 他好几款对不对 对 最上面那款是他的model D model D 就是上面那一款 箱形车 因为箱形车现在很夯嘛 是 M Lexus那个卖得很好 所以现在商务的这种休旅车 卖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就主打这个市场 他充电10分钟 可以跑300公里 那他是几人座 7人座 7人座 还不错 还不错 那另外一个的话是小巴 20人座的小巴士 你刚才 现在我们看到 荧幕上画看到 这个就是model D 现代感看起来不错 有冷光 因为Nexus那样 卖到缺货 据说要排3年 对 所以这个SUV市场 现在非常好 好 那鸿海他就 讲了一个目标 他希望2025年 全球市占率 可以有5% 那未来鸿海 他希望能够到40% 那能不能够到 我们要慢慢再检查 不过最后 把讲话来说 鸿海虽然设两件 但是重点的那支件 比较有利那支件 还是AI嘛 还是AI 还是AI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现在放了这张图表 好来 就是外资看AI 外资产品路径图 现在观众们看时间序 2024年第四季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H200是之前就已经出了 然后一直都有在热销 然后第四季就会有B200和GB200 那GB200就是大家最关注的 所以是在第四季开始 然后到明年第一季就会有B200A 这样我又看懂了 那明年的第二季 会有新的Blackwell 那后面是2026的事 那就很远了 我们就不看了 所以从这张图表 我们看到什么 好 我们这张图表看到 简单的阿观 其实都已经跟大家报告过 因为阿观也只看得懂简单的 我又特别用红色字 帮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AI 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那我们来看这些个股 在营收跟获利 哪一个会占得比较多 简单来讲 就AI哪一个会比较纯 纯AI我们来找找看 到底谁比较纯 这个是AI的营收占比 这个是AI的获利占比 这个表格要讲 可能讲办法 谁讲办法 我直接讲结论 不是我们就挑多的 来营收占比 这个有61%54%的 挑这个比较多的 好 营收占比 这个如果营收来讲 2376另外再来就即加 营收到明年 可以在那整个营收到61% 很多 围影到55% 55%是比较多到54% 2382广达 广达也很高 比较多的来看 然后再来是33% 这也不错 是 2059是川湖 那我们是看表象 是营收很多 那如果是获利占比呢 好 获利占比要看 这一排 在这一排 这一排 对 你刚才讲说 那获利占比较高的是这个 来 这个我们来连结一下 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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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影是获利占比 可以占到明年大概41% 那它也是营收占比不错 对不对 营收占比有55% 然后获利占比有41% 那违影不错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再来是这个38%的是 38%的是技嘉 对 明年的获利可以占到整个 38% 然后它的营收有61% 所以技嘉违影 如果是获利占比呢 获利占比要看 这一排 在这一排 对 你刚才讲说 那获利占比比较高的是这个 来 这个我们来连结一下 违影 违影 违影是获利占比 明年大概41% 那它也是营收占比不错 对不对 营收占比有55% 然后获利占比有41% 那违影不错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再来是这个38%的是 38%的是技嘉 对 明年的获利可以占到整个 38% 然后它的营收有61% 所以技嘉违影 对 没有错 那最后这两家也还可以 就是2360的智茂 跟这个川湖占比 都是相对高的 好 这是 到底谁的含金量比较高 但我们还是要回来讲 既然昨天是红海科技雨 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红海 现在外资看到了270 对 股价在今天199 日K线也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日K线长什么样呢 好来 打了一个大底之后 突破机械 现在小幅度出现了碎步 盘间走势 2700真的会来吗 我也不希望它明天就来 我想它明天也不会来 但问题是 我要有一点期待值嘛 就是是不是在中长线 我真的有机会看到这个位置 而在短线它有机会 往上强劲走高 各位怎么看红海的股价 来请举牌 来我们看到 不错了 哟 想好了吗 补票圈 来木华 对 短线能不能强劲走高 我不知道 但长线上 我认为 所以270真的会来 非常有可能 因为它最高就2345 2345 234块半 所以我们简称2345 2345 这是最高价 那一路压回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它现在目前已经站回季线 而且季线 马上要走平上扬了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 红海在明年 整个Blackwell架构下 它是一个最大的获利者 如果说 如果说它没有这么好的愿景的话 刘安伟应该不敢在墨西哥 砸那么多资本资助 去开一个那么大的工厂 那个风险其实蛮高的 所以他们已经看到 好 我们来问一下赵宇 那赵宇的选股方向呢 刚刚你是给缺嘛 我给缺的理由 其实就是在台积电 它已经先过绝分的高点了 那在这里 我觉得像鸿海 以及像刚才也提到这些 AI的指标股也有机会 我们看一下刚才鸿海的这个 我们先看鸿海 来 那你看 现在鸿海 它事实上 9月份的高点已经过了 已经越过了 是 它的位阶 其实跟台积电 有点像 我实际上在这两个月 可是一点 它的长线这个地方 它离这个下跌 这个7月18号缺口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认为 它有机会进行补涨 毕竟它是重要全资股票 那台积电为什么稍微等一下 因为台积电已经封闭到这个缺口了 就是台积电比较接近的位置 对 没有错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 可是台股 除了这些全资股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很刺激的股票 比如说最近光通讯的 我们来看一下刺激的 我先跟大家讲 现在这些股票 第一个是走筹码面 第二个就是 这些人他做这些股票 他其实不是在看量 不完全看量 他看什么 收盘的位置 跟股价 他只要收盘位置是够高 他们就进去玩 因为这个量有时候是滚出来的 因为当冲掉就没有了 当冲掉就没有了 可是如果他价位是强的话 人家就会进去 就会吸引他 但是会不会短线震荡 会 所以我讲这些股票 要提防短线过热 而且这个过热可能一拉回 可能就是当天创高 可能当天去打跌停盘 都有可能 所以我现在提醒大家 短线提防这些过热股票 拉回再早买点 可以买 但是请注意拉回再早买点 有哪些 我的理由很简单 不要过度追高 对 大家记得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不要拿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 他跟十日均线 关于过大的情况之下 先不要去 但是拉回可以去留意 比如说像这个利基 你看利基 其实已经两次出现震荡了 这个高点 今天拉涨停 可是你看前天是 创高之后下来 然后昨天一个重挫 今天再拉上去 高点有没有过 没有过 但问题代表什么 他已经在高涨剧烈震荡了 所以搞不好 国庆回来之后 他又给你个过高之后 又杀下来 他跟十日均线 关于比较大 所以这种股票 要注意 好 那再来像新通 这股票也是这样 你看 我讲的都是 直接都是拉回再买 对都是 好 那这个部分来讲 像联光通 都是在高档的出现震荡 然后像大量的部分 不过大量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被分盘交易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被分盘交易的股票 今天有一档股票 昨天被放出来 今天直接打到跌停板 这个我们就不要讲 那档股票 他直接就打跌停板了 那个是做设备 所以出关有可能爆涨 有可能爆涨 有可能 而且出关这三天之内 事实上来讲 还是属于 还是属于那个借户期 大家要注意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 就是说台积电过高 还有一些好的股票 我们来举个例子 举几个例子 其实当然台积电过高情况 只讲 比如说像是鸿海 甚至刚才有提到 像是这个 我就像川湖这个股票也不错 因为他从外面比较集中 但是如果是说 大家比较熟知的股票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像加登 那加登其实刚才 孟二兄有提到过了 那我们就不多做介绍 这个股价来讲的话 他这个地方维持相对强势 所以我觉得 缓步在往上垫高 可能性很高 好 那再来就是检测方面来讲 宜特也是一样 这张股票 像摩华兄有提到 对 你看这个地方来讲 他这个大量 基本上来讲 并没有报太多 所以这整理完毕之后 还有就是再上去 那么另外就是 短线上面 之前有震荡过高 然后最近拉回股票 像这个原项的部分 我们观察原项 其实法人的筹码 还是蛮稳定 而且千张大户的持股来讲 都是属于稳定的状况之下 那我认为这二八 我应该不会是高一点 应该有机会再过 那最后就是这个 突然冒出来这张股票系统 那个这个有点 有点 有点腰气 但是我觉得 有点腰气 因为 应该这样讲 他有点像之前的宏达电 这个 这种 走这种模式 那这种股票 我先跟大家做报告 要怎么样操作 第一个 量不能跑掉 你只要量跑掉 人气就散掉了 那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量还维持一个 相当大的一个态势 所以呢 接下来讲 他只有一条路往上走 我觉得他在相对减资之后 位阶来讲 算相对低的情况之下 那这档股票呢 应该有机会跟着 再往上再供应波 好 既然谈AI 不能不谈谈苹果 其实苹果在今年最被关注的 仍然是他iPhone16的AI功能 好 其实苹果这个AI的技术有在进步 上个礼拜 他发表了一个最新AI视觉的模型 这个叫Deeps Pro Deeps Pro它很厉害 它不需要用到相机影像的技术 也不需要感测器的数据 只要一秒 把2D的图片立刻转成什么 3D 一秒就可以把2D 不要感测器的技术 通常我们要装一个感测器 才知道那个物体的长宽高 是 它不需要 才能把它立体化 对 那这样的一个AI技术来的话 表示苹果真的很厉害 因为比如说这个Deeps Pro 我觉得很适合运用什么 比如我开车的导航 对不对 那个图片变成3D 我们那个家具 是不是家里的装潢 用那个拍了照片 我马上转成3D 还有人物变成3D 这个技术 在画面上你可以比较一下 2D跟3D的差别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大突破 那当然千万万 Apple Intelligence 就是AI的功能 即将上线 那本来是说10月中旬 现在确定延后 又要延后 10月28 所以是IOS18.1的软体更新 就是AI的上线了 那为什么这样 这个库克还是很谨慎 他说我一定要确保 那个软体的流畅 没问题我才要 到时候这个AI伺务器 有很多的流量 我要先把它弄好 那IOS18.1 最主要是哪些的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Siri的新界面 有 一喊Siri 你那个iPhone的手机 四边都会花光 你等于叫他 然后你的这个简讯的话 可以自动把你把你撰写 这个简讯 还有我拍照片 那背后的悬杂人物 那个 可以把它去掉 都把它去掉 但是这个是10月28号 它的利多就是这样 它AI老实讲 它也是慢慢的渐进的 到了12月的时候 是IOS18.2 来了 跟ChucketGD合作 换句话说 那时候的这个iPhone16 都可以有深层式的图片 ChucketGD的强项 还有一个表情的Jimoji Jimoji也跟它合作 所以以后你可能用了iPhone16 你也可以 可爱的那个表情就深层了 不要我们现在传那个贴图 那个都是格式化 是 以后你可以传你自己想要的贴图 表情包 那我传出去 但是这个要等到12月 那现在大家在关注的是 它有一个新的产品 智慧戒指 因为智慧戒指 不是只有苹果要推 三星也推了 其实苹果是比较慢的 智慧戒指会卖吗 这个要2026 当然有人讲说 这个Apple Ring 智慧戒指的话 跟你Apple Watch 是功能重叠 会不会往内护打 自己打自己Apple Watch的销售 有人这样讲 但是实际上说 我可以让Apple Watch 侦测 比如说侦测怎么样 更加精准 相辅相成 所以我们拿一个例子 那眼睛要很好 对不对 视力要很好 是不是这样 老黑的人真的看不见 魔戒 魔戒 所以三星卖得不错 对不对 本来40万值 最后追加 变成100万值 这个表示 市场有一定的需求 好 那我们来看苹概股 苹概股会不会动 到目前没有什么动静 是 不过我们看一下 台湾的苹概股 现在正在stand by 没有 但是我们看苹果的股价 苹果也是要 其实苹果这段时间 我告诉你 很多的华尔街分析师 还是吐槽 现在65%的华尔街的分析师 对苹果是买进的 但是对微软回答 是90%买进 所以苹果没有很看好 但是没有看好 你也觉得很奇怪 找到人 管头 他股价还不错 他还站在那个季线之上 所以他在等那些 Apple Intention 我们看苹果的股价 苹果也是要 其实苹果这段时间 我告诉你 很多的华尔街分析师 还是吐槽 现在65%的华尔街的分析师 对苹果是买进的 但是对微软回答 是90%买进 所以苹果没有很看好 但是没有看好 你也觉得很奇怪 他股价还不错 他还站在那个季线之上 所以他在等那些 Apple Intention 我觉得一关一关 他的软体 他是有一点慢慢加温的 对慢慢的 因为他今年的股价 只有涨17% 我觉得基起不高 所以很多人说 那一定还是有机会 但是我们看一下 苹果三网 台积电 他现在涨 也不是苹果 应该是那个 灰达 AI 鸿海也是一样 比较这个苹果概念 是大力光 你看大力光股价 他在盘底 今天是跌的 还在跌 这个地方 他还是有点小破底 所以大家在等 那个AI的出来以后 市场的反映 但是领先型的 我告诉你 有的人比较强的 下面这一排的话 是比较领先的 这个苹果 包括了这个创维 全新 台光电 我们看这一档 因为他做PA的上游 这个有时候 你要闻到 等到那个大力光 起来 那很慢的 那个一定要很确定 很确定 Apple的这个功能 这个AI功能 很厉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全新 他前阵子的时候 就急了 急了 然后发现 还没有 本来不是讲 事业重型推出来 现在确定 事业28 大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又停下来 又跌回来 但是只要不破 不破那个前波的低点 大家对 实在28号的 这个AI功能 还是有期待 好 我们先问您 插播的是三大法人 那么在今天 外资是买超了 133亿 三大法人 总计买超 95.6亿 国庆明天要放假 国庆之后的行情 各位怎么看呢 我们针对大盘 也来投一下票 各位怎么看大盘 请举牌 国庆之后呢 是利多期待吗 还是来 有这么多放中间 三票放中间 两票给